新委市议会今天开议 国民党团发出了夹击动员 全出事为了让市长侯友宜 专心准备总统大选 预计要提变更议程 把市政的总质询 从6月初提前到4月底 民进党议员则是大批非常荒谬 放话要提出反制行动 对此侯友宜表示了 议会议程的排定时间 还有专案报告都尊重 程序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家的荣幸 母亲节前侯友宜亲自到三峡 想今年度抹饭母亲吴彦竹道贺 我们也诚心希望侯市长能够更上层楼 好不好 我们前例支持侯友宜 市民的声音侯市长听到了 笑有带过 但至今来因征兆人选没有新进展 阻碍之一似乎是可能人选侯友宜 还卡在议会总直询 西北市议会25号开议 国民党团发出夹击动员 外传提案变更议程 让总直询日期从6月初提早到4月底 不管是走群在6月或是在4月或是5月 最重要是要议员让可以好好的来问市长问题 议会的施政报告 议程的排定了时间 甚至有一些专案的报告 我都尊重议会的程序委员会的一个决定 若市人总直询时间提早 侯友宜5月中下旬就不需被绑在议会 自家人有意替侯友宜接受征兆参选总统之路 有障碍但绿营也犯话采取反制行动 五谷断桥 板桥枪击事件 我们都不排除会要求 侯友市长进行专案报告 甚至是其他更激烈的抗争手段 不只议会攻防这关要先过 面对话创办人郭台铭 动作频频步步进逼 这周六第二场有话对你说就办在台北 被解读就是正式抢摊首都圈 见指侯友宜态势越来越明显 这边有个组织的市面报导